大家好,是Ted 接下来带来是W3L战队巡贿赛 在之前的一把里面 Nike也是显示出了张飞的一个性格呀 抓到一个机会就直接是上去猛 猛咒猛砍 直接把Mun给打得有点一乱一乱的 其实当时第一把赢了以后的话 我是我们都观察了一下 Mun的那个表情 Mun好像是给那个Lucifer 还是那个Grabby在那说 说Nike什么 然后那个当时我印象里是啥 Grabby一直在叫Mun买一个 那个道具 那个道具的话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无敌 但是我这说不出来 因为他是不停的 反复的在强调一个道具 然后因为距离太远嘛 是吧 我们就听得到一个道具的名字 反正打Nike嘛 你身上没有无敌 真的是不敢乱出门了 然后这一把的话 是由Mun选择一个地图 在Division上的一个规则里面呢 是输的一方 可以选择去一张地图 然后Nike这边的话 去的应该是一个 我想TM吧 因为当时 很多人都说 Mun打TM 他简直是打COOMAP COOMAP是由TOD来说的 然后TOD的话 也得谱一下历史 是吧 像最早的冰火两童天 也是由Mun在WG上 跟TOD打的时候 用单游侠 然后招了TOD的一个农民 然后招了一个大马师 一个血马师 然后绣着TOD那是一乐一的 然后支持TOD采访的时候 就说TM 写这个COOMAP 好这场比赛既然是由MUN选择的话 看一下MUN的一个开局 MUN的开局是一个DH的开局 Nike这边的话也是一个满偏常规的 哎说到这儿的话必须要给自己一个淘宝小鱼打打小翁 好那我现在说嘛 哎太子你的零食店里面是不是除了肉中饼 牛肉粒和猪头骨就没有什么好吃的了 在这儿给大家说 我店里的好吃太多了 比如说蔓越莓曲奇饼干 那个是酥酥脆脆 然后奶奶香香 然后是不甜不腻 特别好吃的 然后还有一点酸酸的蔓越莓在里面 那口感简直是屌毛了 好打完广告了是吧 说到最近的话 我也是在那个 网上看那个Mustle Chef嘛 如果有同学有同学就看过这个节目的话 应该也知道这是一款 这是一个讲那个烹饪的那个节目 然后我是看了几季了 我真的觉得在就是属于平民老百姓嘛 只要你坚持做一件事 而且是抱着想做好的一个事情来的话 肯定是能完全做好的 然后呢我发了一个微博 单车就回来我干啥 这里某某某季是吧 冠军是来自一国他乡的一个胖子 以前还是开奶茶店的 然后据说曾经还是个世界冠军 说到这的话 我当时还想 妈的真的假的 那么屌 这下一季我必须得第一时间看了 然后下一季当时我在想啊 这个Mustle Chef是最新的一季 已经看完了 下一季是哪跑出来的 然后突然一下想起来了 一国他乡的小胖子 还是开奶茶店 你妈还曾经是个世界冠军 那不就是我吗 然后突然觉得这个单车也是个逗逼啊 虽然说他是打斗他的 但是我们在电影圈里面 关系什么来说的话 像我认识路啊路圈的 斗塔圈的 反正有的朋友也是属于打魔兽转过去的 比如说当年 打魔兽蛮厉害的那个Burning 也是后来就是打斗塔去了嘛 神称B神 那个人以前也是安徽 就是打魔兽在业余圈里面 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个 只是后来好像是因为 安徽那边就是那个魔兽氛围不好 然后他选择去打斗塔 然后打斗塔的话 你们都知道 有魔兽这个基本功能是非常非常给力的 然后他打斗塔的时候 当时就是以补刀著名的 特别特别的拽 补刀简直就是拽的飞行那种 好 木讨这里的话是一个DH 这里DH的话 打的这种宝简直是不堪直视啊 两个银银斗篷 我觉得他这个是觉得是买彩票 都没他中的那么准了 好 这里的话木讨赶紧的先买一个粉 哇 这个好尴尬啊 这个直接被Like给天然围了啊 现在Like在那个兽族选手里面 他的一个围杀 真的算是比较厉害的一个了 因为国内来说的话 维莎最厉害的就有Like Fly这两个选手 他们前期的一个大气实是维莎 练的也是非常凶的 好 TS的这种地图的话 给大家分析一下 像暗夜打兽族TS的地图 建议在阿尔本好以前 在中间直接是造一个商店 因为在你安优买出来的瞬间 你可以买一个保存权杖 也是非常的给力的 这里的话木讨是一块烧啊 你拿一个AC去烧了Like 你不知道Like这里是打了个眼睛吗 这个AC表示他膝盖有点疼 中箭了呀 不过Like这个大气 贴了个妖狗 还是被个怪给打死了 只能说怪 你这个是天 M1派来的逗逼吧 你这个把M1 你这个代表M1 直接把我们这个大气给咔嚓了 其实当时我们在后面说 哎这个 那个木讨是花样作死啊 第一把还没吸取教训 第二把又来 不过大气死了以后 我们才说 这木讨这个套皮尔森呢 他这个死一个AC 其实是为了换Like的一个大技 然后这里的话两个英雄也是追来追去的 其实暗夜打兽卒 用吹风这个打法的话 特别在TS上 他只有很快的一个成型的一个方法的 因为他前期恋爱是比较顺 而且你可以看到 木讨家里的一个建筑 真的是非常有艺术感 他的内部的话 可以造两个BW 外部是一个风口的 你看Like这边是过来插了个眼 但是这边 剑圣看到这个月景 也是毫无想法的 木讨是买出了一个 是王 然后直接是磕了一个小金花 你看 招了一个猪 走到对方兽卒家里 这边的话 还是个满蓝的一个状态 这边滇去面对这个大技 是一点都不虚的 你告诉我 我实际上是带光的 你这个拿板斧的 能打得过这个拿刀的 这里的话 Like当时还是比较伤的呀 因为兽卒 最怕的就是 暗夜这一波双英雄压子进来 因为这双英雄 简直就是不要命的 首先 兽王这个英雄 他就算死了 死了已经170块钱 能杀对方几个大技 也是非常的赚的 你看这边的话 大技有点跑不掉了呀 7剩一个大技 这里应该是要掉两个大技了 而且Like这边的话 他是回来防守 速度是有点晚的 这边滇去是红血状态 红血的话 这边苦攻 看能不能卡位 漂亮卡到位了 一个保存滇去回去 然后一个漂亮的一个单船 孟恩真的是属于有备而来呀 这波骚扰是 击杀了Like两个大技 然后自己的一个双雄 又是一个满血状态 再走过去 所以说孟恩当时 在暗夜选手里面 用保存和单船 这两个神保 也是出了名的 在1.20的一个版本里面 他的一个换手保存的话 打UD打人组 那简直秀的有点飞起 但是呢 打这个兽组 他现在是一个1.2 是不能换手保存的 也是玩的非常非常的溜的 现在的话Like是 二本好了以后 牛头出来就剩一个大技 当时苏总还在旁边说完了 这波骚扰真的是太给力了 因为一般来说 二本兽组好的时候是 双雄雄至少在三个大技上 然后练一个大典 练大典的时候 对面是两个用烧刀兽足的话 一个健身再加斜防就足够了 但现在这个情况是 你没有一个健身在旁边练几的话 Like证明是根本就练不下来的 看下孟恩家里的情况 孟恩家里是三本子在生了 生了一大半了 双B打B已经造好了 而且从孟恩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的一个经济是非常的多 刚才点了好多好多一个了得 可以看到他的存款是非常爆炸的 现在Like的话是非常难打了 从现在一个兽足打烟的一个角度来分析的话 兽足虽说有高等级的英雄 但是碰上这种无赖的流氓的痞子的一个DH的话 是一点脾气都没的 因为在那狼奇往好之前的话 对方这个DH是想怎么秀你就怎么秀你的 好现在的话Like也是提着大刀准备去练一个大典 不过依照孟恩的一个性格 他是一般会去买一个毒球 然后三发一个英雄就继续准备来一个骚扰的 这的话孟恩好像是没来骚扰 现在Like终于是可以练起了牛哥的第一个等级 其实打天上地图的话 为什么数数难打 因为他是一个怪非常非常难练 你没有坚持在的话 练击效率是非常的非常的低 而且暗夜这边练击是非常的快的 你看依靠着一个树 然后这一个有得鲁德的一个减防的一个练击效率的话 是非常的快的 而且这边都是一个重甲 是被鲁德磕得非常严重的 看一下这里还好没有打出一个经验书 要打出一个经验书就可以不用玩了 Like这边的话看能不能抢 看一下 这里的话一把粉一撒是看到了Like了 不过这个希尔光皇 跟一个经验都是被目的给收掉了 如果这一个被Like给拿到的话 后面的一个画面简直是不敢看了 而现在的话双方开始进入一个短暂的一个个子练击器了 其实当时打MM的话 我们对于对战来说的话 都还算可以接受的 因为当时我是打的一个 那个3啊 然后那个Like是打的Moon嘛 Moon这一分的话 我们当时没有想的会去拿 但是呢第一把赢了以后 这一把打的非常的给力的 然后Sky是打的一个Socker 因为打的是一个Grabby 所以当然从这一个对阵的一个角度上来说 我们觉得我们还赚了是吧 现在呢 因为我那一分的话 十打九稳 毕竟当年打U对战里面还是非常给力的 然后Sky那边的话 打Socker 因为Socker在09年不算很出名 只能算是一个实力非常高胜的一个选手 然后主要是在木瓜身上看能不能捞分啊 能捞一分我们觉得都是可以赢的 好现在的话 Like这边也是练击练得非常快的 打吹风的话 我觉得这一把有点像08年那个ROTK那场啊 是吧 前期来说Like也是变成烈士 但是呢 Like经常会画腐朽为神奇的那种的 不过这一把的一个对手就不一样了 上一次是Soujo 这一把是Moon Moon这里的话是三雄一买好了 独球再少 DH升了三 这是最强力的一波压制了 这一波的话 兽足是非常难挡的 首先你的一个牛头的话 只能冲击波冲一下 你看他一共只有300了蓝 然后他冲一下被抽两下就应该差不多了 而且这一波的话 鸟得配杀英雄为什么是最强的 因为DH跟兽王这个英雄是非常的耐咒 然后地精呢又是属于比较变态的英雄 一级出来是有600的一个血 然后他的一个属性是一个智力英雄 我就搞不懂爆血是怎么设计他的 好这一波的话 目前是主动求战 看一下LINE要怎么去防守这一波 这一波的话 LINE可以调整一下阵型 装备来说还算凑合两个无敌 最关键的是啥 这个牛头差一点到三的 如果能到三的话 这一波手起来是比较好手的 好 目前的话先攻击这一个地洞 兽足的地洞 真的看得了得 想哭的心都有了 LINE在这里是今天是找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 准备冲进去 开始杀对方的一个部队了 现在的话 苦攻也是拉出来 现在灵魂脸套好了 是时候该打一波正面了 先进攻这一个什么 口袋工厂 口袋工厂的话 招小东西还是非常厉害的 现在吹风也是吹起来了 看一下Moon的一个小细节 他拉了三个精灵来前面 三个精灵的话 不单是能爆掉对面的一个灵魂链 最关键的是 有的时候能直接把对方的一个 关键性的一个狼给爆掉 这里一个冲击Boss 冲了两个单位 还算不好的呀 现在Moon的一个拉手 拉得非常好的 两个精灵龙也是到场了 这边DH吸收大量的一个伤害 LINE的攻击顺序的话 现在有点乱 他一看到工厂D身 虽说是想把他给打掉 但是对于后排的一个DH 是没有东西去赶了 然后现在的话 兽足开始陷入一个 比较疲软的一个时间 就是属于在他强势力一波的时候 打不出一个很高的一个伤害 但是暗夜就只喜欢打一个持久战 你给我打得越久 我的一个优势越大 现在LINE的话 开始杀这个Tinker了 Tinker 看能不能打死他 这里三个王一王 这边健身的话 也依然在天上吹着的 哎呦 这里一个保存就保存回去了 木温当时的一个手估计是非常非常的快 好 现在的话 LINE的话 这一波的话是大败 而且这个部队是被收割着了 木温这里的话 有一个无敌顶起来 是一个红穴的一个状态 LINE这里 买一个蓝皮 然后买了个裙补 看是不是能把这个DH给打回去 打回去了 这一波还可以玩了 好 这里一个疾风不加 一个调皮 是成功的把暗夜给逼回去了 这波打完了以后 LINE打这些是50人口 然后看一下木温 木温这里打完了 还有50人口 你感谢这木温的一个拉扯操作 简直是要爆炸了 他这波打完了 你说他补的那个阵口 跟他打的那个阵口 真的是差不多 从头到尾 估计就死了4个鸟的了 这一波的话 那个木温的操作真的是有点 跟其他的一波选手 最不一样的就是 木温他对于吹风流的一个阵型 和拉扯的一个操作 他是有自己的一个独到的一个理解 有的时候 该打的时候 他绝对不拉 有的时候 面对对方 要冲阵型 或是牛头的那个冲击波的手 他拉的特别特别好的 那个鸟的基本上不怎么伤血的 现在的话 木温是准备去商店买个无敌 毕竟第一把的一个小薰就是 没有无敌的英雄 在赖克的面前 你还敢跳是吧 这的话是买了两个群 两个群补 打我脸了 瞬间打我脸 不顾无碎 现在赖克的话 是被他尴尬 刚才这一波部队是死的 有点惨 然后打着31的人口 现在是慢慢恢复到37了 木温是肯定不会给对方 任何一点喘息的机会的 因为他这个选手就是属于有优势 他会不断的想去扩大个优势 甚至是跟你玩了个心跳 因为像当年我跟木温打比赛的时候 只要是被他掌握到了一点优势的话 他很容易就给你滚成一个盛世的一个局的 然后现在的话 赖克也是直接走过来 看一下对面的一个部队 骂这个有点多不能坐以待毕 这里是首先选择的不进攻 但刚准备进攻的话 看到对面直接攻场一招 真是虚了 然后现在的话 那一个又是准备回头防守打一个防守反击 其实在手术打防守反击的时候 是非常被动的 你说打暗夜这个种族的话 你要出去 你要打防守反击 就是被对方吹风流慢慢的一个一个耗死 现在的话 那一个的一个阵型是有点乱 从打着从后面去包架一下 这里包架的话 要打就赶紧打呀 不能等了 再等就出事了 现在木温的话是两个群补在手 然后看一下这个 商店在这能买个啥 商店在这站着 兽主也是没办法过来的 而且兽主最怕这种 这里一个冲击波是只冲了一个英雄 可以看到 赖克打现在这种的话 也是使得有点抖了 你说这年头冲击波不冲一个 了得 你好意思冲英雄 冲到英雄 那就打75的一个伤害 毛用都没有 现在木温也是补给了一下 三群不在手 然后还买了一个TP 这一波的话 先吹起一个天色 牛头的话 直接是没有蓝的 你说在木温的一个操作里 这个牛哥的一个蓝 真的是非常可怜的一个东西的 然后现在赖克的话 开始降杀英雄 开始英雄 会不会死 这个DH是被无限的网子的 吹风也是把这个给吹起来 一个群目一次 两个群目一次 看一下三个群目一次 两个 两个群目都吃完了 看一下这边的一个血量 快死了 快死了 一个网继续网 漂亮 这个冲击波子 直接把这个DH给冲死在地面了 我只能说 赖克 你不愧是赖克呀 在你眼里面 除了英雄杀都没有 好刚才的话 为了救一个DH 这边 暗言是把所有的群目给吃完了 这个兽王的话 也是无限在驱散这个吹风 然后这个兽王是直接倒地阵亡 你告诉你要跳是吧 没有DH的一个部队 你还敢跟兽足跳 这边是死了两个英雄的话 赖克这边 其实已经完全打碎了 49的一个人口的一个赖克 而且这里的话 Tinker是没有TP的 又是一个王 杀的就是你这个Tinker 你这个大哥不在还跟我跳 这里原来赖克的冲击波 就是冲这个英雄的 目前是 DH直接过来了 有着一个TP 你还不走 再不走的话 这个部队就要被残杀完了 赖克这里的话 操作是越打越凶 越打越亮 这边的一个鸟德 想围杀这个牛哥 这里想围牛是吧 一个冲击波 直接叫这边鸟德做人了 而且赖克现在是呢 还有一个无敌的 哪怕你精灵鸟 顶在天上 我就是要驱散 就是要打你这个英雄的 好现在的话 赖克这个部队是非常的残 不过呢 鸟德这边也是挺残的 这边一个健身的话 看到赖克收割 孟恩这里是很想杀掉 这个四级的牛哥呀 不过四级牛哥这里 顶着一个灵魂链的话 这里孟恩的一个鸟德 想杀牛头 还是非常非常难的 这里吃了一个群补以后 你可以看到 孟恩也是有的时候 会打上头的 这里为了杀一个牛头 死了四个鸟德 这一波真的是属于赖克 打了一个大转的 当时我们都没想到 这一波居然能打成这个形式 然后我们全部在说 赖克不愧是张飞呀 抓到有点机会 就开始不停的 对着对方英雄干 然后孟恩这里的话 是打得有点懵啊 说好的五身口三群母是吧 最强势力我打完了 我怎么啥都给我打没了 现在的话孟恩也是想去偷一个脸 但是赖克的话 也是属于这样的 有优势 你告诉我你想练几 这边一个精灵 是看到一个牛哥 这边DH了 看下怎么走 DH这里是没有一个传说 没有一个TP的 你走得了一个 你走了两个嘛 这边鸟的也是 直接被留下来的一个 孟恩刚才选择 选择非常好的 如果沿原路返回的话 这个司机DH肯定要交代 这里的话 你看健身的也是在 看一下DH的一个位置 发现DH不在呀 这里还乱入了一个鸟的 DH这边的话 是跑到赖克的家里 应该是要买一个传送回去 你这个时候 不买传送的话 就可以是goodbye了 而且的话 赖克也是想去抓一个单的 看到DH传送回去的话 也是放弃了 准备把赖克把孟恩的一个炼完 没炼完的一个点给炼完 接下来的话 我觉得压力直接是跑到孟恩市场去了呀 刚才孟恩那一波是亏了三个英雄 然后还亏了一个TP 然后还买出来的一个英雄 真的是亏的是非常多了 而且赖克现在的话 等级也是非常的高了 从刚才的一个33打成线的一个44 而且这些大点的话 全部可以赖克收掉了 收掉的话 牛哥要能到达5级的话 我觉得这一把还是有点打头的 现在的话 默认是知道烈士方属于他 所以说证明是不敢随意的进攻了 天上的一个吉利龙的话 导持两个其实也就足够了 吉利龙对于白牛的一个客宅是非常的大的 因为白牛一旦用驱散的话 就会伤一百的一个血量的 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现在赖克也是想担定一下这个牛哥呀 牛哥你挣点气呀 你要变成48K纯帝王牛的力呀 是吧好像的话这个建设也是到处来去找一下对面的一个动向 在你抓那个也是那个精灵 赶紧的先打死了再说 现在默认的话也是只能是慢慢的等了 当时打成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我们因为对你受阻就只有一个like 然后更多的就是找素人来分析这个局面 素人是吧 然后素人就说 现在来说的话 那个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毕竟你说 一旦爱业失去了最强势的几波压制以后 他就会从优势慢慢的变成一个劣势 甚至是属于一个没法打的一个局面的 现在对于木耳来说的话 还是比较惨的 毕竟你要面对这么高等级的一个英雄 和一个部队的话 你真的打起来是非常非常吃力的 like这里的话 牛哥是快升到一个5级了 差15点的一个经验 这个点练完了的话 我感觉应该是能升到一个5级吧 升到5级有3级冲击波的话 对于鸟得也好 对于英雄也好 都是属于一个致命的一个打击 像的话like也是开始练一下 我们赌下能不能升到一个5级 不能升 你敢信差两点经验 人升有的时候就差一点经验的话 也会改变一下的 比如说是吧 像我的一个视频的话 也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个同学支持 才能看到从最早我做视频 最早是一个一两千的一个点击率 是吧 然后到后面有一两万 然后最高的时候居然达到了几十万 当时我就震惊了 其实在这的话 也是跟大家的一个知识是分不开的 好现在的话 那个是选择第一波开矿 这边是战争上 战争上 买了点道具的 现在双无敌在手 对于like来说的话 有无敌 他不是保命的 他是杀人的 说说无敌的用法的话 每个选手用起来也是不一样的 现在木耳看到 那个开矿了以后 也是用心点召集一下 准备找那些打一波 不过那个这里的话 哎抓了一个 这个呀 这个打死了以后 能是那个5级 漂亮感谢木耳是成功把那个牛哥 是那个5级 估计当时木耳都没想到 妈呀 这个鸟怎么起了那么绝地性的一个作用 如果这个牛哥没到5级的话 打下一波团 我们还是有的打的 只要是到5级的话 我觉得这个牛 是吧 那个对于 这个鸟都的一个伤害 是非常的夸张的 这里的话 like也是在旁边 蹲一个点 看一下对面的一个动向 其实现在双方来说的话 like这边是不想选择主动进攻的 因为打暗夜 一旦你的阵型拉的不好 你的一个阵型被暗夜给克制住了 你再多的一个部队也很容易被打没了 这也是为什么当年打吹风流的时候 受足70人口 甚至是75人口 打不过暗夜5身后的一个道理的 因为暗夜只要卡阵型卡好了 三勇顶在前面 鸟得把健身的一个输出限制住了 对面受足的一个输出就少了一大截 然后可以慢慢的打一个受割 而且那个正面的话是开了一个框子 也不急着跟你打是吧 我们慢慢来 你反正没框 我有框 我有自个跟你打一个后期 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 健身也去看一下对面的一个情况 对面是把小点全部都收完了 其实当时打现在这种的话 我是非常着急的 因为我知道like他打后期 除了杀英雄 他什么办法都没有 是吧 其实杀英雄的话 就真的是属于高风险高回报 你能杀到的话 对面就直接崩盘了 问题是你要杀不到的话 你也说可以再见了 因为当年我们跟like打训练赛 打比赛也好 真的是国内选手都知道 打like身上只要有无敌 像SY说的 SYC说的 打like的话 他的MK一级身踩地板 反正你要杀我MK是吧 我顶个无敌身踩地板 让你打我 你打着打着 你会发现你整个部队都可以说不动了 然后现在的话 like这里风空还是马上造好了 对于木耳来说的话 他要组织下一波的一个进攻了 现在的一个双风的一个情况视察 这里木耳是老家也是踩的一个矿都没了 老家往风光那边走去 like这边的话 矿也是爆掉了 重新回到那个当框的当框那个局面 但是有点的不同就是 木耳这里好像是不打算造兵的呀 这个BW也是往外面的走了 按照一个常理来说的话 他应该会坐下来继续造兵 但是看这个情况 是不准备造了 因为你再造下去的话 寿主一旦到达80人口 那是一个风水岭 寿主到达80人口 它的一个爆发是非常高的 基本上像吹风这种单位的话 就完全可以无视你了 现在木耳的一个兵种组合很奇怪 它有六个精力龙 然后地面上只有一对的一个鸟得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精力龙骑的东西的话 它对于点白牛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打残局收割的时候 一旦对方没有狼骑这种东西的话 它是可以追着白牛一点的 现在的话木耳也是选择主动进攻 但是这里过来一看 看到赖格的旁边这个部队还是点多的 赖格这边是有七个狼骑 然后六个白牛的现在双方在桥这站着 是吧突然感觉这个是人足打烟吧 是吧我们要步步 为盈是吧慢慢的推过去 现在木耳是在等后面两棵树走过来 这两棵树的话真的是 可以说是一个门绳的 走得快不说 最后它防很高 拉开是等不了了 反正找到机会就直接上了 这边的话牛哥是直接被吹起来 看一下这边木耳开始拉下一个鸟得 鸟得拉飞得好 这边一个冲击波子 冲到一个鸟的那个线 而且还是在顶着无敌的一个情况下 只能说木耳的一个拉扯操作 拉到太漂亮了 现在你看鸟的这些拉开了以后的话 对面是没有办法骑射的 而且这个Tinker的话是快死了 快死的一瞬间是需要跑出来了 这里木耳的话是开始保护一个英雄了 英雄尽量不死 只要保证英雄不死的话 这边还是可以玩的 天上有六个精力龙 全部变成一个鸟蛋了 你看这边白牛一去散 它的一个血量将得非常快的 这边狮王是快死的时候 一个宝珠就保证过去了 牛哥这边的话是没有任何的一个篮 他人生当中只放出来了一个冲击波 放完了以后的话 你看正面是完全打不过了 这个DH的话 绝对可以叫这一个兽族叫爸爸的 而且这两个门神 你看到三个门神在这的话 输出非常的高的 而且很容易把兽族的一个阵型给打乱 木耳这一波好像是打过了呀 狮王又是在家里买了两个血瓶出来 这一波爆发兽族没打过的话 你看这个牛头指的上一个 升级版那个大级来用是俗称的一个超级兵啊 这边的话 听个又猜一下 一个网是网到了一个精力龙 不过不要在这些细节 赖克的街上是开过挂的 这里是成功把听个给打死了 看这边DH龙们打得死 这边的话 猪一招 有猪在 然后这里顶起了雾敌 是往上有两个血瓶的 这里赖克的话是被两个门神 左一敲一右一敲 一敲一敲又一敲 直接直接敲到没血了 现在超级兵的话也是毛泳都没有了 这边健身的话是被留在原地 活着给殴打致死了 这五阶神升天了以后 是成功把沐文的一个英雄升到五级了 这两个门神终于是爆掉了 但是呢 门神爆掉了 你告诉我 没有阶神 你拿什么东西去打这个DH 这DH跟疯狗一样的 现在的话是追着 这赖克满地图在跑了 现在 看这个情况 只要阶神活不出来 这个DH就没人能制裁他 而且你看 刚才那个门神在这不停的杀一个农民 可以杀到赖克一点精力都没了 所以说暗野一旦打到后面的话 他真的是属于草木皆兵的 啥东西都可以拿当兵来用的 然后现在的话 沐文也是开始穷追猛打 你说没有一个男的一个牛头 真的感觉不到他的一个 人生存在的一个架子 六个精灵龙 也开始慢慢的收割这些部队了 你告诉你跳是吧 刚才你这个欺负我不能打你 你看我现在谁是大哥 现在白牛是一个一个在死了 而且绿皮在这的话 也是有点站不动了 顶起一个灵魂链 但是也是没办法呀 上面猪的话也是不停在追杀 对方的一个单位了 现在赖克是兵败如山倒 根本是拉不回来了 这一把的话看到这 当时我们就说完了完了 黑了黑了 两眼一黑 最主要是这个风况是没了 风况上面农民是被一个BR 活生的所有东西给拍爆了 现在的话牛白牛是转头来一个驱散 但是这里响驱 手都抬起来了 然后被这个DH给抽了抽没蓝了 你敢信 现在两个猪都是一个没死的 正面来说的话 木温这里是有三两个英雄在这 主要是两个英雄里面有一个是肉部英雄 这个英雄只有杰森能制裁他的 那个这边杰森的话是快复活出来了 就看这边能复活出来的话 再依靠他的三个调皮 还真有可能完成一个翻盘的 不过木温这里是好像不打算等他这个英雄复活出来了 所有的一个进攻都是攻打这一个祭坛的 祭坛报的话 5G建设你要买出来需要680的一个钱 然后这里又买了一个炸弹人漂亮 这个炸弹人简直是神来自比啊 直接把这一个鸡汤给断掉了 赖克证明是选择了一波换家 但换家也是于事无补啊 这么多的一个鸟刀过来 你这个牛哥没有无敌 没有TP肯定走不掉了 现在蓝全部被收完了以后 超级兵 你告诉我怎么能打得个对方 有技能有英雄的一个东西的 然后现在赖克的话是打碎了个机器 然后问麦是准备去哪张图 麦正面说 我去LT 去LT的话 剩下的这张图的话 赖克选择了一个GW 这一把输了以后 当时是比分大升一比一 拉克也在说 这麦的一个操作 真的是有点爆炸呀 他第一次感觉到 就是牛头人冲着个鸟得 真的是难度系数有点大 而且麦的那个真心 你们看到 每次大战的时候 他老是三个鸟得到四个鸟得站一边 反正你牛头要冲击波 只能冲一个三个或者四个的 而且他要选择冲击波的话 他的一个牛头肯定要被跌去 抽一次蓝的 就像你两百多的一个蓝 你冲一次被抽一次 你就没了呀 没了以后 你后面的话 你这个牛头除了一个超级别 就啥用都没了 然后可以看到这一把木温 第一波 是损失了四个鸟得 把麦给压得个胜不如屎 但是第二波的话 麦是展现了他的一个张飞的一个猛蓝 直接把那个木温的三个英雄给撂了在地 然后当时我们都觉得 烈士全部打坏了 反而变成一个优势了 但最后一波操作的话 木温是直接告诉了 是吧 三个英雄在那 我只要保持英雄不死 你再怎么打我都是打不过我的 然后这里的话 那个最后也是被成功的拉伤成型 拉没了 英雄是没差成功 然后最后面是被木温慢慢给耗死了 不过不得不承认 木温的一个操作 真的是到达了一个巅峰造极的一个水平的 好 这一把呢 是打神给阿弯 最后一把决胜图呢 是有赖克选择的 打GW GW对于兽数来说 也是一个优势图 对于木温来说的话 他在GW打兽数的胜率 还算不错的 我记得当年打那个瓜比的时候 他打GW还用过兽王首发的 那么下一场比赛的话 也是属于打木温的一个 比较关键的一个自身鱼了 如果能拿到木温这一分 我们这个比赛的话 就能直接是有一个先手的优势 而且气势上来说的话 把对方最猛的一个大将 给斩于马下 而且我们还是以赖克来斩的 那是非常开心的 但是木温赢了的话 我们只能说 后面的比赛有点难打了 好 本场的一个 达不胜二的一个比赛呢 就给同学们解说这 希望同学们喜欢 这场比赛也是展现了 双方的一个操作和一个 打猎时局跟优势局的 一个判断的一个局面 然后证明的话 是非常的精彩的 希望同学们继续关注 后面的达不胜二的一个 战队询问赛的一个系列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同学们拜拜